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宝研究室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 认识CFC CRS 国际反避税趋势 欢迎胡硕云讲师 胡硕云 IA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 专任讲师 各位华宝研究室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胡硕云会计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关于 CFC 还有所谓的全球反避税 CRS 以及讲一些PEM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CFC 就是受控外国公司的一个新的税务制度 它在明年2023年的1月开始要实施 这个所谓的CFC跟PEM 这两个制度 它其实很早以前在税捐基睁法 它就已经开始要定在我们的法令里面 只是说它的实施日期 它会随着CRS的试用 会跟着一起来试用 那有关于CFC的概念 其实要回顾到很早以前 我们这个台商 很喜欢到各国去做投资 那如果今天是直接到大陆投资的话 依照目前台湾的这个所得税法规定 如果有关于大陆的所得 它是要应税的 也就是要并我们的不管是个人并重的所得税 或者是我们法人来做大陆投资的话 就是要并我们的Initiatum所得税 重所税最高就40% 那法人的部分很早以前是25% 现在变20% 那对于这些台商来讲 他们就会考虑 不要直接在大陆设一家公司 台湾直接投大陆 他可能会考虑说 我是不是透过第三地 例如现在很夯的BVI公司 开曼群岛公司 德拉瓦公司 还有这个巴拿马公司 类似这样子的架构 那透过第三地在转投资 大陆或者是美国啊 英国啊各个国家的海外所得 有什么好处呢 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这个境外公司啊 大部分注册地的这些法令规定 他们为了要吸引全球的商人来投资 他们会希望说 如果你在当地 你有获利的话 基本上还是会课税的 类似我们台湾的营业税啊 或是所得税 但是如果今天 你是在海外获利的话 它基本上是不课税的 像开曼、BVI、桑莫、贝里斯、赛斯 这些知名的境外公司的注册地 他们都是一样的逻辑 所以很多人都会透过这个方式 把所谓的海外所得 保留在境外公司里面去 那这样子就不会 课到全球的这个所得税 好那问题来了 那如果今天 我这个台湾法人 或台湾个人去投资这个境外公司 在转投资这个海外公司的时候 如果今天我在海外的境外公司有赚钱 那我有赚钱的话 我如果有做盈于分配 也就是发鼓励给我这个个人股东 或是法人股东 那这样子所谓的获利就实现嘛 那依照台湾目前的税法规定 获利如果有实现的话 我们就要课海外的所得 如果是台湾目前从这个99年度 明后99年开始 最低税负制 基本税额条例 海外所得 一年一户 有100万以上的门槛 超过100万台币的海外所得 我们就要并最低税负制嘛 对不对 那超过这个所谓的670万里面税额 我们就要课20%的最低税负制的所得税 那对于法人来讲 我如果是台湾的境内公司 我投资境外公司 像BVI开卖这种公司 如果BVI跟开卖公司 如果我有获利的话 然后有做盈于分配 基本上我法人就要实现 海外盈于分配 那这样子我就要认识海外的所得 税率的话就是 现在的 盈利事业所得税 10% 那以前是25% 你看这金额都很大 假设今天是获利100万 我就要缴25万的税金 那个人的话就有可能缴到 所谓20%也差不多是20万 那如果今天我在海外公司 我如果不分配盈于 其实我有赚钱 例如说我投到大陆去 或投到海外实际的营运的公司 我有赚钱 但是我没有把真正的获利 做分配回到我们这真正的股东 台湾公司或台湾个人的话 没有分配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叫做未实现的所得 未实现的所得 在过去 因为未实现 所以我们的营所税 甚至我们的这个个人 海外所得都不会克到税 所以就很多人 就会把真正的获利 都隐藏在海外 都保留因应不分配 就我们过去统计 光台湾上市会公司 保留在海外 像这种开曼群岛这种公司 大概将近有好几兆 好几兆的这个资金 都保留在海外 没有分配回来 那这样账上 如果今天他没有用 所谓的什么权益法 甚至不管怎样 不管你用什么法 你只要不实际做盈余分配 到台湾来讲 他们就结到了将近20%到25%的税金 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保留盈余税 5%这部分有可能会结到 那现在的话 从2023年1月开始 我们台湾财政部规定说 CFC就是第一个开头叫C是controlled 就是被控制的 F就是Foreigner 就是外国境外地方 第三个C的话就是 Cooperation或是company的概念 就是被你这个外国公司所控制的实体 这个要被控制的公司 他如果今天是属于种所谓的境外注册 然后有很好的税务优惠的这种国家 然后你又是大股东 那这样子的话 在明年1月1号开始 即使你盈余不分配 我还是要当作你有分配的方式 我们这个在术语上叫做 当作你已经有分配的财务报表 做一份给我们成政部看 国税局成政部看完之后 好就照你财务报表的获利数字 当年的损益表的最后损益 那个数字 然后来乘上 你现在台湾 并到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个人或是法人 法人就是并到你的收入 来克20%的因所税 对于台湾的个人来讲 就是透过你这个海外所得认列 就是刚刚讲的最低税负制 超过100万的海外所得 所以当作你这个 假设你BBI公司 今年我有赚100万 那我不分配 这个100万就是我赚的钱 那你要提供财务报表 给我们这个成政部看 那你就个人在后年5月报 我们2023年度的所得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海外所得并进去 然后就要最高 可能要克20% 那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 如果对成本来讲 我们要提供资料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 境外公司本身的一些登记的资料 然后你自家境外公司的财务报表 然后这个财务报表 它甚至还要你 经过认证 例如说要给我们像这种 会计师的资格去做签证 不然的话你就要给财政部 一个相对它可以相信的 一个报表给他看 还有你的股东名册 所谓的CFC的定义 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定义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境外公司注册地 它的适用 这个当地国家的税率 低于台湾所得税率的七折 所以现在台湾20% 七折就是14% 所以你看BVI公司 针对于海外所得是不克税 它就是0% 那像香港 也基本上也不太克税 所以你只要这种境外公司 大部分 大部分 你就会有所谓的CFC的问题 那像你有人说 美国英国这种算不算 原则上是不太算了 美国的我们知道所得税高达三十几% 各国真正有在实际运营的这些国家 而不是出税添产这种国家 他们CFC的问题比较不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本来就要缴税了 那税超过14%的话 他就不会有CFC的问题 第二个门槛是什么 就是你是大股东 你持有50%这样的股东 或是你是董监事 或是你有重大的财务业务的决策权 这是属于法人那一块 那个人的部分也是一样 客人不知道他还会看你自己本人 还有配偶 你的小孩子 这种大概二清等内 他都会稍微积合一遍 就是你们如果透过分散持股 他加起来 你有一定的控制力 他还是认为你是属于重大的投资人 那就会是用刚刚讲这个 所谓的CFC的概念 你如果即使盈于不分配 就会有这所谓的海外所得 跟最绿收复制的问题 那这个CFC就有人开始会问我 说我的客户就说 那我要不要紧张呢 一下要不要紧张来自于说 就是查不查得到的问题 那很早以前 我们在课海外所得的那个时候 也就是明月99年开始要课 据说城市部派了一组人码 五个人跑到这个美国IRS 就美国国税局去学习 国际查税技巧 就是想要课海外所得 因为我们认证法令 会觉得有点没用 原因是因为 你钱都在海外啊 我怎么查得到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到什么 就是国际查税技巧 那我会跟大家建议是说 现在的海外资金 海外财产的投资 越来越是很难隐藏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从美国为首的肥咖条款 还有欧盟版 或是OECD版的CLS 这两个双重影响之下 全球它的趋势就是 避税 我们看这个 最近新闻也很常在讲说 美国想推全球最低税负制 几%? 15% 税率就刚刚好 我们台湾刚刚讲说 所谓的CFC 我们是 如果你的这个国家的税率 是低于14%的 就适用这CFC 所以你看跟15%很接近 然后我们这个 台湾的法人的最低税负制 也是12% 你有没有发现 个人的最低税负制是20% 也就是在这个 10%、5%、20% 在这左右 各国慢慢 在这几年的趋势 就是会定一个最低税负制 所以说 现在各国的国际出税负化 会建议说 可能要挑一个地点 来课税 所以现在才会说 像很多人跑去 什么新加坡移民 或是有人跑到香港 开OBU账户 其实这个过去这种做法 慢慢都会 有一点点失效 原因是因为 你要么就会中CFC 要么就是 PM PM的定义就是说 P就是Press 地点 E就是Effective 就是有效的 那M就是Management 管理 也就是你这家公司 实际有效的管理地点 在哪个地方 例如说 你注册在开曼BVI公司 虽然它就是不克海外所得 但是你真正的营运地点 如果是在台湾 或者是在美国 或者是在英国 或者是在日本 你就要依照你实际营运的地点 来克那个国家的税金 那我们陈生部说 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挑一个地方就好了 不然你如果被抓到 你看哦 你在美国可能要克一次 然后你在台湾又要被克一次 会被扒两层皮 如果PM实测的话 就是你要选个地方克 那个克税主体国家克了之后 另外一个国家就尽量不要克了 它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其实不管如何 现在台湾也有所谓的海外税额扣理 也就是说 其实也不用太紧张 你在国外有克过税的 你在台湾 如果你有去做所得税申报的话 你就有海外所得 你在台湾其实可以做税额扣理 我帮很多客户算过 基本上可能不会增加你多少税付 除非你这两个国家的税率差异很大 那就会有因为这个原因 而多克了一些税 好那CRS其实在台湾来讲 基本上目前还是没有真的加入 OECD版的CRS 我们去研究 全球20大经济体 大部分都已经加入我们的CRS的国家 台湾部分其实目前是没加入 包括全球大部分的有钱人的钱都放瑞士银行 新加坡香港 这三个地区都已经加入CRS行列 所以各国的人在那个地方开户 那些金融机构都会申报给他们当地的财政部 然后又会有两两国家的一些资讯的交换 所以越来越逃不了了 那台湾的部分怎么做呢 台湾目前从2020年开始 我们的台湾自己颁布一个所谓的CRS作为办法 也要求我们台湾的金融机构 也要学CRS的方式 规格基本上一模一样 你要去做金融资讯的交换 换什么东西呢 就换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金融产品 大部分都会换进来 然后会揭露你的金融账户余额 最高余额 还有揭露你的最终收益人 也就是你用法人开户的话 他还要问到你最终的受益人 这真的最后的投资人自然人是谁 这样的意思 我们台湾目前的做法 是用我们目前已经有的注税选定国家 大概34个注税选定国家 基本上都会做资讯的交换 像目前澳洲、日本、英国 都已经加入资讯交换的行列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因为现在资金流程 就像有脚印一样 它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说我们如果有汇款的话 都要保留的汇款记录 然后也不要以为国税局 它会掌握不了你的资金记录 中华民国虽然问问问税 但是懂税才能好好税 谢谢大家 以上是本周的华宝研究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追踪我们的社群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